大家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来给川哥讲讲考研的事吧 大家好 我叫唐湘玉 我年前呢 把我的工作辞了 成了一个全职脱口球演员 然后我就没敢回家过年 因为在我老家 山东滋泊的农村 像我这种不结婚 也不上班 每天给人讲笑话的人 本身就是个笑话 主要是这个落差太大了 因为我从小 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村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位全日制女硕士 没有瞧不起非全制的意思 也没有瞧不起 男硕士的意思 就这个事情轰动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家族甚至召开了一个会议 让我拥有了给祖宗上乡的资格 非常了不起 以前在我们家这个事 只有男丁可以做 女孩不可以 因为女孩以后是别人家的人 这句话我七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当时看到我们家族气势辉煌的墓地 我就问我妈 我以后是不是也能埋在这儿啊 我妈说那不是啊 你以后是别人家的人 要埋在别人家 我说谁家呀 她说当然是你婆婆家 这个答案严重刺激了我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以后一定会去签署 那个遗体捐献同意书 我不会埋在任何人的家 我要埋在我的国家 没想到这么正能量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刚正不阿 我们家族里的女性啊 在那个家谱上是没有名字的 只有姓氏 就连我这个嫡出的长孙女 在家谱上仅仅是 唐氏 四子 长女 我就跟长辈们说 如果不写上我的名字 我会考虑离开家族 他们说那你离开吧 也该嫁出去了啊 他们就加入了一些相亲群 我那天进去一看 人家的关键词都是 工作稳定 温柔 体贴啥的 我爸妈给我写的是 一个三十岁的幽默女硕士 真的 我都想哭 第一 为什么不写全日志 第二 我今年是二十八 并不是三十 需岁就算了 她还需两岁 那这么算的话 我到了九十八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村里第一位 百岁女硕士 对 全日子的啊 但我估计我也活不到九十八了 因为我要被我爸妈 介绍的人给气死了 前阵子让我去见了一个 特别会说话 她一见到我就夸我 看上去很朴实 这是好话吗 我说谢谢 你看上去很老实 她就顺着我的朴实 展开了话题 就说我身上没有什么名牌 不像是那种浮华的 互联网白领 应该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 好家伙 她想跟我过日子 我赶紧给她展示了 我的牙套 双眼皮 还有一些不明显的医美项目 我说我也没有那么会过日子 我脸上至少有一辆面包车 就跟门口那辆差不多 她说哦 那是她的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的择偶标准真的很简单 就是必须得会做饭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我初中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爸和我弟各自在床上躺着 我说做点饭吧 饿了 我爸说饿了 你也去躺一会儿 我反正是真的饿怕了 希望有这方面特长的男生可以主动联系我 但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你就算再会做饭 我也不会埋在你们家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唐晓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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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快 我是小快 我是一个来北京的人 你们也听得出来是吧 一点北京口音都没有是吧 然后那个 确实啊就是 你知道好多人会说我们北京人特别有优越感 但是我从来就没觉得生在北京有什么可优越的 直到前两天我们家拆签了 然后给了六套房 你说 我优越了吗 是吧 没有 是吧 再说实话 开玩笑 我其实挺讨厌拆在这个身份的 因为那个 我跟罗老师一样 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嘛 我也有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 他是一个拆一代 你知道吗 就是所有的资源和财产呀 全都在他的手里 就这事吧 弄得我老感觉自己像一个流量明星 你知道吗 就空有一个虚名 但是名下一套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 但其实啊 拆签之前我们家挺穷的 我现在都记着 小时候我爸带我去那个批发市场去买鞋去 只要这鞋赶要一百块钱 我爸肯定得说 怎么这么贵啊 你这是皮的吗 所以到现在 小时候我一直都觉得 一百多的皮鞋 就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就这种情况吧 直到我上高中以后才有所转变 因为我发现有同学穿了双篮球鞋 我说你这鞋不错呀 多少钱啊 他说我这是乔丹限量版的 一千五 我靠 我都吓傻了 我说一千五 你这什么皮的呀 是乔丹的皮吗 那是得限量 做不了几双你知道吗 然后晚上我就把这事跟我爸说了 我爸毕竟见过点市面 跟我说这有什么新鞋的呀 你同学上人蒙了呗 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蒙了呀 我爸瞪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你记住了啊 世界上没有这么贵的鞋 知道吗 你同学不会砍价 说实话 他说完了以后 我当时脑子里唯一的想法就是 我会砍价呀 对不对 第二天我就问这个同学 我说你那鞋哪个市场买的呀 他说我这是商场买的 我说这不都一样吗 不都是宏观经济体积下 商品进行交易的场所吗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商场 找到那双乔丹皮鞋 跟迪言说你这鞋一千五是吧 他说对 我说成心要多少钱 他说先生我们这不砍价 我说不砍价 我可就走了 然后牛脸我就走了 果然啊没过多一会儿 我就到家了 到家以后啊 到家以后我才明白 我爸说呀 世界上没有这么贵的鞋 那个市呢 是市场的意思你知道吗 市场上没有 但是商场里有 但你们肯定会觉得啊 你小时这么穷 那你家拆价钱以后 你还不得可劲地变魔术啊 变魔术你们知道吧 好多拆价带都会变这种魔术 就你用几年的时间 把家里的钱下 诶 变没了你知道吗 就那种小魔术你知道吗 但实际上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家拆价的时候啊 我都快三十了 说实话啊 已经错过了成为魔术师的 这个黄金年龄了 真的 而且还演成了 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你知道吗 就直到我现在去买鞋 我还是会想 这鞋为什么卖这么贵啊 这不坑人吗 我们拆价带的钱 是大方瓜来的吗 那你挖结鸡巴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说就 你有钱 但是你舍不得 花的这种痛苦 就比你根本没钱花的痛苦 确实要强一点 确实是吧 确实 因为最后还是买了嘛 但是也不说暴富性消费啊 因为你长大了以后 就是看问题 会更加全面吗 你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 去考虑这件事 就是什么呀 消费是什么呀 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的 一架马车呀 我这哪是买鞋呀 我这是在鞭策 国民经济进步呀 但说实话啊 也说不上鞭策 就买双鞋嘛 顶罗市这马车 从我这儿过去的时候 我喊了一时买 也就这样啊 但是我媳妇确实特别喜欢 去商场鞭策这个经济进步啊 前这儿冬天的时候 跟我说想买预容服 好几千 说这个好 这个南极科考队员都穿这个 我说那得买啊 但是得等公司派你去南极科考的时候 对不对 最后一个我不喜欢插带的原因是什么呀 就是我现在干什么事呀 没有人会支持我 前这儿我说不行 找今儿上一班吧 他说你上什么班啊 收房租不就完了吗 我说要不然我没事学个才艺吧 你学什么才艺啊 收房租不就完了吗 但我真收房租租 人家会说 这帮差点带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收房租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现在做脱口秀嘛 不是因为别的 我就觉得这还是比较公平的 人家不会管你有钱没钱 有方没方 你好像的就是好笑 不好笑 收房租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说实话啊 想靠收房租啊 完成这个 当上这个脱口秀大王啊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能依靠的呢 只有自己的努力 以及大家的鼓励 是不是 本来设计的 还有说用你们的投票器 但是用不着了 是不是 谢谢大家 我小费 天啊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小浩 然后我平常在北京 讲脱口秀啊 我最喜欢的一个男团组合 叫Beast Life 其实男孩 有人听过吗 我这么多中老年朋友吗 看着你年轻啊 对吧 他们去年 去年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我还去看了 门口几个倒票的大哥 一看就没有做功课 单纯被男孩 两个字迷惑了 就拿着票在那喊 西藏男孩 西藏男孩 青春活泼 欧洲Tiff Boys 哎呀 我心想大哥 你这个样子票 卖不出去的 好吧 真的进场以后 粉丝的年龄也不小了 我左边那个大哥 把钥匙 别在了皮带上面 我觉得我不像看演唱会 我想去街道开会的 对吧 连我的偶像也造不动了 你们看过演唱会就知道 演唱会多造啊 但是西藏男孩的演唱会 一片祥和 他们在舞台上 最大的舞蹈动作就是 干啥呀 成功破浪嘛 也破不了啊 对吧 我那在想 这是啥情况啊 对吧 但是最让我心痛的是 我的偶像已经造不动了 他们唱了一个小时 就全场灭灯 就走掉了 我都心想一个小时 就结束了吗 我朋友很神秘地告诉我 如果我们一起喊 Uncle 他们就会回来的 我心想Uncle Uncle是个啥 是个咒语吗 能把他们喊回来吗 我还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我下班了 我领导喊 Uncle 我不会回头的 你看Uncle 我也不回头 但是真的 全场一万多个观众 就开始喊Uncle 有人喊Western Life 有人喊 西村男孩 西村男孩 李洋大哥 你票没卖出去吗 对吧 但是我无比羡慕 因为他们又回来了 又唱了两首歌 我很难想象 以后你们花钱 来看我们的演出 我上台讲段子 讲一半 我就拜拜 所有观众 他就踩票 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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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老师别这样 罗老师别这样 哎呀 我告诉你们 现在讲头的时候 真的太难了 我得Q一下评委 真的 我奉劝三位以后 不要有什么过激举动 谢谢大家 我叫好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土蹄 再要一句掌声 大家好 我叫土蹄 我是个维吾尔族姑娘 能看出来吗 看出来了 对我全名呢 其实叫土蹄鼓立热节 一共六个字 然后很多人呢 就其实不太会理解 为什么六个字啊 而且我的名字 维吾尔语年很奇怪 叫土蹄 我其实你们听着 可能还有点 抑郁风情在里面 但其实鼓立呢 就是花的意思 对 所以我的名字翻译过来 大概就是 王翠花 其实大家叫我土蹄 你就可以了 很多人就会问我 啊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鼓励呀 因为新疆叫鼓励的太多了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热节呀 因为热节是我爸 就相当于我的姓 你叫我热节呢 就相当于叫李蛋叫李 张伯央叫张 Rock叫 你听我现在普通话说的还不错吧 对吧 但我其实是从小学一年级 才开始学的普通话 我当时入学时候的普通话水平 就和现在一些 说唱歌手的音语水平差不多 他们会说什么 嘿 What's up Scare 没了 我当时只会说三个词 就朋友 干啥呢 咬肉丑 我就只会说这么多 然后就进班里了 班里是个全普通话的教学氛围 老师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比如老师说 大家好 我们今天能学一首古诗 大家跟着我一起念 呃 呃 呃 我听到这句话的感受 就和你们听到 接下来这句话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是 我完全不知道老师想让我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听到全班一起喊 呃 呃 呃 我就想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哦 就黑板上有一个字呢 我就要念一下呃 所以我念用呃啊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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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得特别坚定 但以至于以后的很长时间内 老师都以为我是个结巴 然后老师就把我妈 叫到学校里面跟她谈话 谈话结束之后 我也很愧疚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老师刚才是批评我来着 我妈说 啊 我其实也没太听懂 但你知道吗 你们老师好像有点结巴 我现在越来越开心 没事 我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叫土提 大家好 我是Nora 啊 啊 我是你们的收工信号 好不好 那我是一个上海人 我可能是现场唯一一个上海的演员 说实话 我在最后 发现我是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 不停在安慰自己 我说没关系 没关系 都是客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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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家快销企业的销售总监 所以虽然我没有上过透学大会的舞台 但是我会把这段子放在网上 然后也会有些观众会认出我来 前两天我演个英文的演出 有个妹子在演出之后就过来 她说 Oh my god I like her show so much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我说咱们都中国人 可以 没有问题 她说 Oh you're so nice 跟我拍张照片 还去跟朋友炫耀说 那个就是Nora 快去练口语 特别的工具 就是其实我还是在台上相对来讲 比较新的一个演员 然后导演开始问我 他说你想挑战谁 因为按照你的顺序的话 是很难有机会上台的 我说我没有什么原则 我就是不想挑战女生 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线下 包括你们今天看到淘汰 有非常多优秀的女演员 就怎么说的 有句话说 好像男生比较多 这句话的水分啊 跟那边的人一样 水分太多的 感觉一下 这边水分可真不多 实话实俗 但是这样的 就是我以前还用过 别的英文名叫做Dream 英文当中的字是孟子嘛 然后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住在对美国夫妻家 两家人 他们来上海看我的时候啊 我爸妈请他们吃饭 两家人家在我不在的时候呢 是用翻译软件交流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 我的建议是不要用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 发现气氛巨尴尬 我就问我爸 我说爸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我爸说 我就跟他们讲啊 以后去美国 找他们玩啊 翻译过来是 We will play with you in the USA 对方父母是不是就很紧张 然后只能很礼貌说一句 We think dream is very nice 对吧 翻译过来是 你这个梦做得很美啊 太震惊了 然后我爸吃了两次亏以后 他说要自学英文 看美剧来 然后前两天我爸说 梦梦啊 我喜欢看的都像 看完了 你帮我下点新的吧 我说爸爸 你喜欢看什么 他说爸爸 喜欢看的都是一家自片公司的呀 我说哪一家 他给我指了一行英文字 写着 欧夜字幕组 我爸就很有信心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说你帮我带个老外回来 我练练口语好吧 我说可以的 然后我请了个美国同学 到我家来玩 他们聊得很开心 我就问那个女生 我说 杰西卡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你爸看我好看 我说不可能 我爸只会 Hi Bye Thank you Money 他说 No Your dad just said Your face Good Good 我跟我爸说 你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幼儿园小班了 不要再考验我 仅剩无几的外国朋友了 我帮你报个名 去512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学吧 有真人外教 一对一教你 之后 你就不会只说 You Face Good 了 你就可以说 I cannot stop looking into your eyes Because you were gorgeous 而且现在下载512TALKAPP 还可以免费试清 划算到 Unbelievable 我爸说 不愧是我的daughter 我爷爷说 这么Good 我也要CC 真的 我们家语言氛围非常好 是因为我爷爷 讲话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爷爷上海人 讲话中阴夹杂 他会这么说 他会说 哎 萌萌啊 不得banana 给我去去 哎 萌萌 Telephone响了 快去answer answer呀 我爷爷真的太酷炫了 以至于我一直觉得 中阴夹杂 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前段时间 有人扛我 他说 你是中国人 怎么会这样呢 但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硬翻译过来的话 会更尴尬 前两天有观众跟我讲 哎 说 Nora 我给不到你的点 旁边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 你要说 我得不到你的点 感觉下句话就是 我有得到你的人 对不对 很猥琐 没有必要 但是我们上海人 但是我们上海人还挺洋气的 我觉得北京人是真的霸气 你不知道 我前段时间出差去北京 点咖啡的时候 前面那个人这么说 他说 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不是那个炸暖 还寒时后的后 是那个王猴将相 您有种呼的猴 我当然觉得我这个名字太弱了 就我们上海人 再霸气 也不会这么介绍自己 对不对 你好 我姓房 黄埔区两套房的房 真的不会 所以轮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要体现一下上海人民的素质 我就说 你好 我姓杨 不是那个风吹草地 献牛羊的杨 是那个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 荔枝来典故中 杨玉环杨贵妃的杨 谢谢大家 我是Hora 大家好 我是老四 这么说过 头一回啊 挺紧张 真的 我就是一个拍短片的 但是吧 我不至于像雪芹 总那么介绍自己 我是网红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优质短视频创作者 我平时不上台 这是人生中第二次 第一次是我结婚的时候 这两回都是我媳妇逼的 因为 因为有孩子嘛 都得挣钱嘛 第一次也是因为有孩子 我紧张的其实不是我想进击 我紧张的是我怕你们不笑 我现在好多了 我平时就是喜欢还原一些 生活中的场景 因为我愿意观察生活 我从观察一晚上呢 除了有两个落后背的 还有一个没笑的 没笑的坐那儿的 那个大妈 最后一排第三个 跟谁来的也不知道 是跟你来的吗 你孙女领你来的 男朋友是约了把你整来了 我刚才坐那个 我看你一个劲打哈去 我快点说 你也快点 数大了 睡觉也早 所以我上台的方式 跟特别秀演员 气质不一样 特别秀演员上台气质 学一下吧 刚才护栏PK整的 我挺激动 先学护栏吧 不用放音乐了 直接就入戏 大家好 我护栏 喜欢看这个呀 喜欢看模仿秀 再来一个 来来来来 谁呢 来 你说的人我都不认识 不能连电了吧 别认证啊 来庞磨吧 直接入戏 大家好 我庞磨 大家好 我庞磨 大家好 我庞磨 我是最帅的特别秀演员 我特别秀大玩 你回去看一遍 快进 就是一个三角形 啥呀 快进 就是三角形 它有点像东眠暗转 我是庞磨 我是最帅的 偷口秀大王 基本上是这样 李淡 李淡呢 李淡 李淡也不行 我不找他愿意喝酒 那个校果文化老板 就叫叶峰嘛 对对对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其实选手关注的 都是内容 我关注的是人 他上来之后 反正他在我面前换 我就感觉 他有一种气质 就是特别有钱 就是我这样 我设计一下吧 就是我从那边走过来了 他就好像讲话 然后你们看着 我到这会儿 我说 大家好 我是叶峰的时候 你们就 有一种感觉 就像我 看着钱一样的感觉 主要是 微表情 一定要在我说完 大家好 我是叶峰之后 再有反应 大家好 我是叶峰 叶峰之后 啊 比齐也来啦 晚上 小点小酒 喝一喝 还是要的 我完全没让狗来的 我全是尽兴来的 晚上灯都亮了 我就说到这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站在这里 又和大家见面 心里比较开心 但是更多的是尴尬 因为这是一个突围赛嘛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 有参加脱口秀大会的资格 我就找我们领导了 我就说我就别证明了 我都证明过多少回了 对吧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我取得了第二名 第二季 我还取得了第二名 这么多个荣誉加在一起 对吧 领导说对啊 加在一起就是第四名 我说那你咋不除在一起呢 除一下还是第一名呢 我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江湖地位啊 毕竟我干这一行 干了也七八年了嘛 所以我就在这一季节目的海选里 那个云海选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哥们是导师 哥们是导师 特别了不起 真的坐在那里 给各种选手指点江山 各种点评 打分儿 然后最后挑出谁有资格参加比赛 挑完之后呢 我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 这不有病吗 我怎么那么喜欢给自己挑选 挑选对手 也不是打麻将缺个人 你说再说了 这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吗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你大学刚毕业 完了你去一家公司面试 是吧 面试来面试去 你好不容易通过了面试 然后你兴高财烈地 去这家公司实习 完了你发现 你的面试官 再跟你一起实习 你什么心情 你是不是崩溃了 这么残酷吗 完了之后 你还得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你就问他 前辈 你干这行时间不长吗 面试官说 还行吧 干八年了 虽然我干了八年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不忘初心 你听完是不是更崩溃了 还你一路走来 你走了吗 你不就站在原地吗 你是不忘初心 可你忘了出发呀 而且我是海选的导师啊 朋友们 我是导师 我过来了 跟人家一个一个的比赛 赢了也就罢了 输了我可咋整 我怎么下台 就好比一会儿 我跟人家比赛 是不是 我被人家比得 鼻情脸肿 一败土地的 人家好好的 在舞台上站着呢 我下去了 我咋下去 我跟你们说啥 我总不能 熊啾啾枪地下去 然后指着舞台 跟你们说 看没看没 这台上的人说得好不好 多好 说得厉害吧 我选的人 不是你想想 真输了 真输了 我可咋整啊 人家比赛之前 选手一个一个 对我还贼客气 是不是 一个一个 还管我叫哥呢 等比赛以后 我要是输了 人家不得问一句 王建国 你到底算是个什么哥 你说我咋说 我说我是老脸往哪哥 这节目真的太难了 一步一个坎 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更难的 就是资金困难 因为本来有一个 刮胡刀的品牌 说要就是谈好了 要赞助我们 合约都要签了 那边突然反悔了 说对不起 不能赞助你们了 因为我们大领导不同意 我们赶紧就问了 说为什么不同意吗 同意吗 答应人家吗 对吧 人家说我们大领导说了 说你们脱口秀演员呢 普遍长得太丑 不符合我们品牌形象 不是骂人也没有这么骂的 是不是 我已经丑到 连胡子都不配刮了吗 那不刮不是更丑吗 你说我到底是长了一个 什么样的奇形怪状的脸 不能刮胡子 我是没长下巴吗 我这么大个下巴 你看不着吗 我多适合刮呀 可不说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吧 建国老师 你觉得你底下留那胡子好看吗 我说这个 我说不好看呢 他说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留呢 我说因为刮了够难看 他说你看 明明是你的问题 却显得我们产品出了问题 我心想完了 中圈套了嘛 我就赶紧补救 我就说 我说你们再考虑一下 我说我们脱口救员员 也不是没有形象好的 你看那个斯文长的 就挺好看的 这回我领导急了 说刮胡刀 你提一下旁不认 你提斯文干啥呀 我说这不是想得咱幽默吗 领导说 你见过懂幽默的口吗 我说我见过呀 蓝河绵羊奶 全羊肉配合 好羊奶 选蓝河 真的真的 我去年拍了蓝河的广告片 他们就特别幽默 我现在做梦都想再拍一次 好 时间有限呢 不便赘述 总而言之 这行前路踢去要朋友们 但即便如此 我们得好好努力 力争上游 不能破罐破摔 争取都给自己整个好名次 是吧 实在整不着好名次呢 就至少去给我整个容 至少明年能多个 刮胡刀的赞助 谢谢大家 我以前做过两年的快递员 这段经历呢 给我造成过一些困扰 因为直到现在 我的手机号 还是被一些软件 标注为快递电话 我来公司面试前 李旦在微博 就跟我简单地聊了 还给了我他的手机号 让我到公司直接找他 后来我就去了 给他打电话 他接起来直接说 快递给我放家门口就行了 谢谢啊 刮了 我说他又打过去 我说我是小罗 我在公司门口了 他说啊 罗师傅啊 那你放前台吧 其实直到我做快递论以后 周围的朋友都不理解 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呀 你学了什么专业啊 我说物流管理 然后他们就理解了 并且觉得特别对口 为了选择专业 我还去考了一个快递证 很多人不知道 快递员也是有 职业资格证书的 我是一二年考的 我理论成绩92 时操成绩66 所以能看出来 我是一个偏理论性的快递员 尤其擅长用理论知识 指导客户自己操作 比如有人问我 你快递今天能送到吗 我就告诉他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要自己来取一下 是吧 大家都知道 系快递一般都是按重量算的嘛 但是有一些很大 却很轻的那些货物 我们叫它轻泡件 是按体积收费的 上次有一个人 寄一个圆锥体的泡沫 然后我就跟他讲明白 这个收费标准 他就准备查 那个圆锥的体积公式 我说不用查 你看啊 首先圆柱体积是底面积乘高 也就是V等于SH S是圆的面积 圆锥体积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所以是三分之一 拍二的平方乘以H 他听完以后说 哇 好厉害啊 那你算一下多少钱吧 麻烦了 进入到了时操环节 其实我的长相 我说这么 算是肯定能算的 但是有点麻烦 你看这么样 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他说 三十块 我说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小罗 我给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布京云 我挺喜欢布京云这个名字的 听着就很豪爽是吗 我确实是这样的性格 我老公就是我追到手的 也是个帅哥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那是在2009年的秋天 我也没想到 刚踏入校园就一见钟情 他也没想到 刚踏入校园 就掉进了我的爱情陷阱 我观察他一段时间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表白的机会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自习后 我一路追随他到了宿舍楼下 得机会一把给他拉到墙角 我说 哎 同学 注意你很久了 愿意跟我谈恋爱吗 我听说很多姐妹说 喜欢看帅哥害羞是吗 哎 我不一样 我喜欢看帅哥害怕 我老公当时吓得头都没敢拍 我还没跟人谈过呢 你得让我想一下 我说行呀 就在这儿想 哇塞 牛 哎 怎么 还想走 他说 哎 同学 你抓疼我了 我说疼吗 疼就对了 没疼痛过的 能叫爱情吗 他羞涩地跑开了 又被我追上了 眼泪走开 对我不心动 我追到你心跳加速 后来他回到宿舍之后 听说他还给社友在那儿说呢 他说 哎 我刚才突然被人表白了 我是不是真的要谈恋爱了 社友可激动了 谁呀 啊 哥们 你被谁给表白了 啊 我不知道 哎 那他好看吗 就没敢看 可能当时啊 他觉得我就是一个随便的人 不 我不经意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我是个负责任的女 我俩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结婚找个对的人太重要了 尤其是四姨 四姨为了 我那个四姨我真是 我的噩梦呀 我真是没想到 我是第一次结婚 她是第一次主持 我的婚礼全程最激动的人 就是四姨 婚礼上有一幕 当我老公转身面向我的时候 那个四姨突然一脸认真的问我 新娘 眼前这个男人 你认识吗 回头又问我老公 新郎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相遇时的心情吗 对 我老公想了一下说 害怕 而且一般女儿出嫁的时候 父亲都会特别不舍 眼含热泪地拉起女儿的手 放在女婿的手上说 我把她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好好爱她 我的婚礼上 我爸拉起我的手说 我把她交给你了 我希望你以后 好好保重呀 到了妇女深情相拥那一幕 我爸都没有看我 我爸对着我老公说 要不 我抱抱你吧 咋还哭了 这还早着呢呀 我给大家讲了一点我的爱情故事 最后了 其实按理说应该在这上个价值了 但说真的 我觉得价值跟爱情一样 你不能硬上 还是得看缘分 朋友们 张俊相信缘分吗 太棒了 没能够外表 厉害厉害 嫂子跟你是孽缘呀 但希望大家面对爱情的时候 都勇敢一点吧 谢谢大家 我是不敬云 大家好吧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小黑 大家好是秀琴 我们是康复中心 谢谢 秀琴啊 你有什么梦想啊 我梦想当一个历史剧演员啊 那正好 我想拍一部 荆轲刺秦王的电影 学一个男主角 好 你来试一下戏吧 给你发剧本 不用发剧本 我这种水平啊 freestyle完全没有问题啊 那个图穷避现 我非常了解啊 行 那这样啊 你演荆轲啊 荆轲来到秦国 面见秦王 秦王老 还不跟你孙爷爷开门 孙悟空啊 你是金克啊 哦 我想换一个打野玩玩 什么 没有打野 什么 殿下 所占何人呢 臣 本不一 功耕于南阳 狗拳性命乱世 不求文达 有个量 你不是不让选打野吗 选法师也瞧你位置 大哥没有王者荣耀啊 那你为什么选了嬴政 还出了肉 打什么 打野 是他们那个游戏 游戏 不是 你这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献宝的呀 大宝 想我秦国 泱泱大国 什么宝没有 但是有一样 你可是比不上我们泱国呀 是什么 我们泱国 都有北京户口 你有病吧 有地图是吧 有地图 献宝图赶紧 大王接图 好 我匕首呢 大王 你那边是不是有点拉手啊 确实呢 拿这边 拿这边 拿反了是吧 你图穷避线 图穷避线 图穷避线 大王接图 大哥你这什么比例史化的地图啊 怎么这么大 我们这是1比1的比例史啊 你们国家用1比1的比例史画地图呀 这也太蠢了吧 所以大王 可不早日统一度量行啊 我用你教我啊 你赶紧图穷避线呀 大王接图 这是 烤鸭北京带来的 这干嘛 不要这个 别着急往后 这是 那个葱就着吃 你这是带了个卷饼来是吗 你这是 别着急往后 刀 你拿刀上来干什么 我拿刀是为了 切鸭子 我就知道 我观众都猜得到了 你骗谁呢 我不说了吗 我骗鸭子 骗什么鸭子 你是金客 你拿刀是为了刺杀我呀 这样 金客 图穷避线 请我绕住而走 救救我 救救我 杀人了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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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大哥 你不是绕住而走吗 这次我演一个柱子 你演什么柱子 你金客 我绕住而走 但你反杀在地 哦 这样 咋回 咚 啊 咚咚 啊 啊 啊 咚咚 不是 你死不死啊 你到底啊 大王 你忘了吗 你出的是肉 咋不出伤害呀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黄大马 来自长沙 今年58岁 我的家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在讲脱口秀 我老公一直以为我在外面跳广场舞 这次来倾倒 我跟她说 我是来参加广场舞大会 我女儿特别喜欢看脱口秀大会 一边看还一边跟我介绍 妈妈 这个是脱口秀 就是一个人站在台上讲笑话 我心想孩子 你就是个笑话 你妈 我讲这个一年了 此时此刻 我站在这里 也想对女儿讲 孩子 不要太痴迷脱口秀大会了 这个节目也就烂样吧 你爸都冷散 很多人对我们大马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拍照 喜欢护着花 到了这个年 你不护花护什么呢 护老公吗 还有很多人说 我们大马最喜欢的东西是 丝巾 的确我有很多条丝巾 如果把我的丝巾连接起来 可以一直连到油菜花盛开的地方 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大马会喜欢丝巾 那是因为 你们还没到年纪 我的确到年纪了 我是三年前退休的 干一退休很不习惯 后来一个朋友 介绍我参加老年合唱团 说这个唱得好 还能去国外演出 我听了就很心动 想出去看看 国外的老头 活着太痛了 但是这个合唱团 一个星期要排练六次 一次一天 每次还要打卡 太累了 我这个年纪搞不了996了 卷不动了 三次也受不了 一个星期我就退出了 哪里的老头 我都不看了 还是老老实实看 我家里的老头吧 我想 我还是做一点 我自己擅长的事 我呢 年轻的时候 是一名南球运动员 我们球队还拿过 全国寒野比赛的冠军 我到现在也经常看看 中国男男的比赛 上次中国打波兰 周琦在最后几秒钟 一个发球失误 导致中国输给了波兰 很多人骂周琦 不会打球像个大妈 别骂了 大妈打得比较好 再后来 我就接触了脱口秀 我来讲脱口秀 就是受了一个叫 李旦的人的顾获 他在节目里说 人人都可以讲 五分钟脱口秀 我想我今年都五十八了 没有多少个五分钟呢 没想到 讲着讲着 还讲到脱口秀 大会的不太善良了 上次我参加全国比赛 还是在1986年 我们球队拿了全国的冠军 那时候的奖品也很厉害 是出国理由 去的苏林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人生 最好的阶段 我财务自由 国家的养老金 每个月准时 来到我的银行卡栅 我时间自由 想做什么 就可以去做 我精神自由 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喜欢脱口秀 就出来讲一段 讲得好笑 我就说 你看我这个大妈怎么样 好 好 别绝止 讲得不好笑 我就说 你要一个大妈能怎么样 我是不管怎样 都很开心快乐的黄大妈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晃晃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某一天 我们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的话 该怎么办 先跟老板请个假吧 请什么假呀 我说的可是荒岛求生 这个也太难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练习一下 对 就假设 我们现在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 然后我们在沙滩上醒来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 无人机 无人车 还有无人超市 太现代了吧 要一个真正的无人岛 要一个真正的无人岛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那个牌子上写着 无人岛 门票20 旅游景区嘛 荒岛 荒岛求生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是来营救我们 是吧 好 谢谢啊 我们得救了 赶紧走吧 太快结束了呀 还没来得及练习呢 好吗 我们现在在无人岛 所以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搜集物资 我找到一盒火柴 我找到一只蝴蝶 春游来了吧 春游嘛 你找点有用呢 好不好 你找到什么 找一个叫贝尔的老外 来呀 太有用了呀 有了它 我们没必要冒险了吧 你能够找点有意义的 你找到什么 我找到了 人生的意义 早干嘛去了呀 我们啊 现在应该先解决水的问题 好 我找到个椰子 找到个吸管 打不开吧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电钻 没有电呀 我找到个椰子 找到个发电机 你找发电机干嘛 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 你干脆找送船好了 有船吧 没有船 对呀 而且现在椰子是不够的 如果要是能下雨就好了 哈哈我有它呀 这是什么呀 太平洋小岛上的蝴蝶扇一扇翅膀 拉斯维加斯 就会下一场大雨呀 拉斯维加斯下雨 跟我们这没关系吧 要这里下雨吗 当然呀 我来呀 老婆婆 我永远爱你 卡啪 渣男发誓嘛 水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雨下得也太巧了吧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解决火的问题了 正好刚才捡了盒火柴 但是被雨淋湿了吧 哦 对哦 这时候如果有火鸡 把火柴烤干就好了呀 有火鸡没必要要火柴了呀 那我们试一下吧 有火鸡还要火柴干嘛 果然是火鸡更有用吧 对吧 最后一根了 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有一个火鸡 灭了呀 需什么愿望啊 现在只能用石头来打火 玩什么石头剪刀布啊 而且明明知道我输石头 你也会输嘛 现在火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解决 食物的问题了 对 捕鱼是吧 你觉得这个格子捉布怎么样 你铺什么捉布啊 现在是让你去捕鱼 好 让你去捕鱼啊 贝尔 没有贝尔了 现在要是有一个网就好了 我带来了 你是穿着网袜上岛的吗 我让岛岛还戴上这种设定干嘛 来来来来 哎 真的有鱼 还有螃蟹 还有龙虾 还有龙王 怎么会有龙王啊 你刚刚为什么不下鱼 为什么为什么不下鱼 你也太不尊重人家龙王了吧 哎 你看啊 今天我们就有一顿海鲜大餐了 哎 但是我海鲜过敏哎 早说呀 早说我们去森林里摘果子好不好 森林里会有食人族吧 食人族在无人岛 早饿死了呀 对呀 你看 哎 这个树上有果子 这也太高了吧 我们把它摇下来好吧 摇我干嘛 摇树啊 摇同一棵树啊 咔哒 哎 苹果 咔哒 哎 香蕉 光鸡 啊 榴莲 所有水果场一棵树上了是不是 哎 大墨 你看啊 我们解决了水 火和食物的问题了 对呀 温饱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 接下来就应该挑起战针 你够了吗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您这个话说的不对 老师说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儿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儿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离婚后 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我和男生 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 妈宝男吧 哇 都还挺啊 这么好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 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见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说我妈妈妈 是 是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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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 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洋千玺的妈妈 易洋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洋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洋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尿尿